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今天的高雄现场 我是丽婷 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主持人赖昌邦 那么三明区呢 在7月9号举行了一场庙会绕境活动 那么一整天呢 几乎是炮声隆隆锣鼓喧天 造成附近的民众是苦不堪言 甚至因为这个庙会活动呢 其实造成了非常多像是噪音啦 或者是环境污染等等的问题 那么呢甚至也被查获 他们有使用这个非法的炮烛的部分 那么参与的信徒呢 其实也有像是逆向行驶啦 等等的这个交通违规 造成整场庙会 其实就是被高雄市政府罚款了88万元左右 那么现在的庙会活动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污染环境 甚至是打扰到民众呢 是不是没有符合原本的这个 虔诚宗教信仰的本意 今天就邀请到了四位来宾 来跟我们一起做讨论 好的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 高雄市议员张丰腾 郑议员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张丰腾 第二位为大家介绍的是 民俗学者柯武村柯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来宾以及我们的好朋友大家好 那么第三位为您介绍的是 高雄市民政局宗教礼俗科的科长 蔡乔红 蔡科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现场来宾还有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大家好 我是民政局宗教礼俗科科长蔡乔红 是科长好 那么第四位为大家介绍的是 高雄市环保局环境机查科的科长 马正耀 马科长你好 两位主持人 各位来宾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我是高雄市环保局环境机查科科科长 马正耀 好 谢谢四位来宾的参与 那么这边呢 我想先请问一下我们民政局的科长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一次三民区的这一个庙会 他所犯下的一个 这些缺失还有这个整个庙会当天的这个过程 好的 是这样子 三民区圣星会 它是属于卫立案的一个宗教场所 那其实他在办理活动的期间是7月9号跟10号 就是假日 那当天主要的一个活动是以绕境为主軸 那当然被民众还有市民所诟病的 大概就是在使用绕境的行为当中 那个占用道路 那随地的丢弃垃圾 那其实最严重的部分大概就是违法释放爆竹烟火 尤其是升空类的 那最严重的部分大概就是在深夜的部分 那持续释放一两个小时以上没有停止 因此造成民众非常重大的一个安宁上的一个困扰 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我们在过往以来 民政局还有消防局包含警察局跟环保局 我们其实在活动的事前我们都已经有掌握相关的一个活动讯息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掌握的讯息的时候也持续请各局处去做一个宣导跟过通 那当时圣星会的那个负责人还有当地的一些参与绕境的这些宗教团体 他们也保持一个善业的回应 就是说会来配合市府的一些环保寺庙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就是在活动的实际绕境的一个情形当中 其实上午都还好 那持续到了傍晚的时候 那陆续有一些状况来发生 那尤其到深夜的时候 超过10点以后一直释放的更加的严重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消防局还有环保局跟区公所的人员 其实都有在现场做一些收证 那等他们活动结束完以后 市府这边也就紧急 针对今天的这一个活动 当天的这个活动做一个检讨 那其实当下就已经决定 隔天要来做一个联合机查的一个动作 那也就是这样子 所以市府才责成我们的副秘书长 在隔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就在民主派出所那边做一个集结 然后所有的成员就前往他们活动的一个会场 然后来做一个那个 就是去做一个检查是否有大量囤积非法爆竹烟火的部分 那果然就是在现场这边 那就搜索到大量的一些专业的一个爆竹烟火 那所有的单位也就根据前一天 还有当天我们收证还有现场查获的这些相关的物证 还有市政来做一个采除的动作 那才有这一次这么多的一个罚单跟罚款的金额 是因为像这样听下来应该算是蛮严重的一次 包括环保局消防局警察局还有民政局 我们整个高雄市政府其实很多局处都出动了 那么听说就是像是环境污染或是噪音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是不是燃放那个鞭炮的瞬间 那个PM2.5是整个是超标的 这个我们问一下我们环保局的科长 是事实上这个案子从下午开始 环保局陆续续接到总共大概50通的 这个人民残情的电话 那根据我们过去的这个量测经验的话 瞬间的爆竹其实是会高达110几分倍 那这个个案比较严重的状况是 他深夜超过晚上10点之后 还继续在释放炮足烟火 那这个是违反我们依照噪音管制法所公告的禁止行为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环保局也依法给予取缔 那事实上过程中的一些烟雾 其实还有可能会有其他的这个立状污染物 或者是流氧氮化物的一些污染空气 其实对环境也都不好 是好谢谢科长 那我这边想问一下议员 议员你看这样整个事情呢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因为算高雄是还蛮严重的一次 其实我们当议员 有时候也会参与像这种文庚 绕镜或者是庙会的活动 那其实刚刚科长讲的 在现场那个鞭炮的声音 甚至有到150分贝 事实上到130分贝 就会造成永久听力的损失 就是会 130分贝就会 就有可能会造成听力丧失的这个可能性 危险性 所以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那我每次去 因为常常看到就是我很怕那个爆竹 然后第二个就是爆竹放了之后 然后有些地方又有很多拿着香 那整个烟雾弥漫 常常会是一个大家去爆竹这样爆 然后整个一看下去去雾茫茫的 那那里面的东西 后来我也查一些资料 这些东西也有一些悬浮为例 可能有中心属像铅 或者是有一些像这个甲本 或者是像那个芳香的那个 那个泉类的 或者是那个脂肪组的泉类的 尤其像甲泉这种东西 你有说对像我这种敏感体质 这样呼吸器官就会敏感的 然后眼睛也会很不舒服 那老实讲我们通常遇到这种事情 每次有这样子的 我们服务处也常常会接到电话 大家都那个都说 怎么可以纵容那么多 然后造成 而且交通也非常乱 我曾经走过一次 有常常就是有的还比较好 他会有一个那个指挥交通 疫情指挥 可是有一些就是整个交通乱成一团 然后也非常的显向还生 那这比较 尤其我觉得是常常 那个文件都是到晚上很晚 那那个接的电话更多 好了我们只好我们也帮忙打 打到1999或者去 希望是说市政府有所作为 那其实这一次这样的一个方式 或许那个 那个申请会那件事是比较夸张 但是这样的经过这个民政局 然后环保局消防局这样的一个手段之后 其实很多庙就是会比较会有一点收敛 我想一定是朝正面的 我相信其实这些神明 他真的不会在乎你要做这些事情 他才会怎么样 其实不要因为做的这些事情 让我们的健康 让我们的安宁都受到影响 是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比较严重的是 我觉得那个非法炮煮的部分 我觉得还算一个蛮新的议题 我觉得是不是未来这个非法炮煮 如果没有做一个管制的话 是不是会发生很多问题 会当然 因为这个非法炮煮 为什么会有这些非法炮煮 其实他像这种庙会的活动 或者是稳定像这种东西 其实他需要爆煮量非常大 那需要爆煮量非常大的时候 他有时候为了要省钱要便宜 或者是他量那么大 所以他买的来源 他有时候都没办法去确认 那所以来了很多是非法的爆煮 那些非法爆煮 其实在制造过程 常常因为他是非法 所以他常常会常溺在那里面生产的 常常是在山区里面的公寮 或者是空污 废弃的株色 那鸡疗 果园 这样子 然后甚至因为要逃避 逃避警方的那个鸡茶 所以他有可能被游牧式的 这一弄一弄 然后一段时间就跑到其他地方 那这样的一个生产方式 一定在安全上各种东西 又量又多 又囤积那么多量 那一定会造成很多的危险 因为那种很容易一个不小心 就整个大的爆炸 那过去也发生过很多 那些爆炸不是只有你工作人员的 那个危险 他可能会那边附近的社区 可能都会影响到 所以 其实这个非法爆竹 你有那个需求去 非法爆竹就会存在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 在这方面应该好好的查去 不要让他 是变成是真的是 而且其实大家在这个庙会 或者这些活动 尽量去减少 其实心意 到才是比较重要 而不是说 去放多少这些爆竹 那可以让这个非法爆竹的量少 然后不会造成这个社会的一些公安问题 是好 谢谢议员 那我这边想问一下柯老师 就是说他们这个非法爆竹 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而且他们要去哪边取得这些爆竹的部分 柯老师 因为爆竹 其实在我们从小大大 我们几乎都在放 可是为什么 我们以前都没有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没有过度 可是现在我们的市民好像说 你放越多 好像越兴旺 因为大家有钱 你可以放很多 你有钱 你可以扎很多钱 可是以前我们农业时代的时候 你想想看 生活就不够了 要是怎么花那么多钱 像我有查的资料 说一年 像我们烧金杖好 一年存200万张的钱 要花100亿 对啊 花那么多钱 在烧金杖 放鞭炮 那花很多钱 可是在农业时代 大家在捕衣等 钱都欠在那里 哪有那么多钱 来扎在这个部分 所以以前我们在拜拜的 在庙宇他们在做这个 庙会活动的时候 的背景跟现在 其实是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要去书客 这个环境不一样 背景不一样 像我们的文件 其实就要改变了 像我们小时候 我们的文件 整个政策 大家都要参加 大家很喜欢 因为以前农业时代 没有什么活动 那政策 就是居民与居民之间 好不容易又找一个机会 来文件 文件的时候 大家都很欢迎 我来参与 我来邀请 我来唱会 家家夫妇都迎接神明来烙进 让这个地方能够平安 我来说大家都很欢喜 但是现在你看 整个社会环境不一样了 你文件 文件到处 我来说 家庭鑫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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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镜头更特别多 引起噪音空气环境 品质也不好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做民间 红薯研究的部分 其实我们很多都是要改变的 这是我们 一般的观念就是 心里还不熟 鑫鑫就不能变 我们都被这个东西给绑住了 其实以前的环境 我们来认知一下 以前农业时代 跟现在的时代 其实有很多改变的空间 是 那是不是因为说 有时候很像 那个主人家要做民主 会不会有那种疑虑 所以说他觉得好像 今年他一定要放得比去年 还要再更多鞭炮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这种的 我们说的传统的时俗 结果会变成一个历史产物 就是说 现在变成是一种外动 为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以前我们要绕境 这边的外动来说 我们在绕境 为什么要绕境 绕境的背景 他在讲说 因为地方没平静 地方它是不安静的 的情况之下 心明要来捡 顺修我们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高雄 是不是三民区 上陣子是不是 登革路独险中的 那在农业时代 如果担到我们的地方 那三民区 登革路那么严重 其实我就主张 这都要捡 文境 那边炮放一放 不 蚊子也会怕 还是有它的效果 所以文境的意义是在这里 但是现在的文境的意义是什么 担路狗 路狗就顶头多 人就多 那热闹有时候就会咬 我这顶跟你一顶 大家来拼看看 越路狗越好 越大声越好 可是都忘记一个同理心 就是说 你若是这个八世 你是在祝福的时候 幾六点钟 把你疲劳奉扎 你怎么撞得掉 其实这个都是 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地方 是 好 这边想问一下 这个我们民政局的科长 就是说 最近这个高雄市的庙会 是不是有越来越严重 这种的一个情况发生 就是钱可能会发越来越多 这样子 有没有 其实庙会活动是一直都有在存在跟进行 只是说 可能最近 刚好是遇到神明的庆典 那 绕境的情况会比以往 会来的频繁 那其实一直以来 高雄市政府这边 一直有在做一些相关的宣传 那就刚刚我们议员也有谈到 就是说 爆竹烟火的这个部分 现在就是说 一些非法或者是未经申请 就禁止取来 做一些释放的这些动作 再包含我们 刚刚民苏老师这边也有讲到 其实以前 我也是乡下地方长大的 我们在乡下 那个如果是绕境活动 大家是非常的喜欢 而且是要共同参与 对 可是现在都市化的一个 目前这样一个 一个 现代化一个都市 那 反而变成说 只要有一绕境的一个活动开始 那好像市民就会有许多的反感出来 那 应该这 就是说 有时候就是这种同理心 其实我们可能忽略一个同理心 那我们在兼顾民俗传统的一个同时 那我们与时俱进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大家也要做一个反思 那另外一个部分 可能就是说 大家一直在反应 或者是我们其实常常会被检讨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都一直 没有办法有效喝止这些新闻 那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 现在这些绕境的活动有一些 常常是有一些变子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我们可能看到一些镇头文化 镇头 或者是里面的一些团队里面 都有一些比较出入 比较来来去去的一些 那个年轻青少年 或者是一些那些人员在出入 那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某种程度上 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寺庙宗教的一个文化 是好 那我这边想问一下柯老师 就是说 刚刚柯长有谈到说 这个年轻人加入镇头啊 庙会啊 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那是不是变成说 他们其实是一个 算是我觉得衍生出一个问题的一个 开端的一群人 应该这样讲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感觉存在了 我们可以想 假如说我是年轻人 我现在工作很忙 我在拼事业 我在 比如说我现在二十几岁 那我除了工作以外 我还要进修 我还要读书 我很忙 我哪有时间的参目才有多 在常态之下来论的话 那现在这些学生就是 我们出社会以后 他也不计较 工作或者不顺遂 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这些情况之下 他就想不到我找一些工作 比如说像庙会的很多活动里面 需要年轻人来协助 他觉得有空间 让他发肥 肯定自己的感觉 可以展现 我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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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威风 把你外洞 浮舞升威 他有感觉很空间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社会问题里面 政府单位其实都要去关注这个地方 让这些小孩 你要调查 这些小孩到底 他是有认真学找不到 他有认真在找不到 假如说 他都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他还愿意来协助这个庙市的这个庆祝活动 这些年轻人就我们值得去赞许他 但是要赞许的时候 是不是说我们公部门也要办 一些比如说像以前我就参与过 我们到内政部办的道教研席营 那道教研席营在谈的就是说 让我们 我们参与道教活动 让我们知道说什么叫迷信 什么叫正信 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老参务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角度要往哪方面来展 才不会干扰我们的社会秩序 不会影响我们的空气品质 有很多地方其实公部门应该要来协助 我们道教这些活动 其实都是要来做一个比较好的分享 那接下来我还想继续再请教一下柯老师 那针对最近这一年来 好像庙会的活动非常多 而且是一个比一个热闹 那回到这个庙会里面放鞭炮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以前有这样一个习俗 就是古爷吃泡这种习俗 那这个习俗到底是怎么来 什么样的一个由来 可以请柯老师说明一下 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台湾 目前有三个部分 比较我们市民 也就是我们民众 比较清楚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台东的炸寒丹鸭 为什么炸寒丹鸭 就是寒丹鸭他怕冷 所以就是用那些鞭炮 要把他炸给他 炸给他 你如果炸给他 送给他 我们的百姓他会觉得 喔今年 我们会越来越好 像那些鹼水 鹼水的风泡 鹼水风泡 风泡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鞭炮 其实他有一个效果 其实他就是在除瘟疫 其实鞭炮 他也是要早期像 鹼水它是为了瘟疫的问题 要用这个鞭炮 看来可以用这个瘟疫干燥的 其实也是一种 我们就求一种 能够让地方能够平安 所以我们讲 鹼水风泡一百多年的历史 这是我们的 棒鞭炮的这个习俗 那还有我们台湾的部分 就是北港的曹天公 他最出名的就是豪亚军 豪亚军他就是要吃炮 对 让他吃 其实他不是今天吃 他的鞭炮 你现在转过去的时候 让他炮 转过那个鞭 还是炮过去的时候 就展现虎爺的威风 那也可以让整个气势 也觉得很浪 所以曹天公 这个豪亚军吃炮 的台湾的这个历史 才慢慢有这些记录下来 其实我们再怎么讲 道教在办这些活动的时候 不可否认的 你一定要注意到 我们国人的环境卫生 健康 这个都是不可 像民间风暑 这个都是要纳入去考量的 不是说带给他 帮他 帮他帮他 那百姓就会很高兴 其实有时候还要是还要思考一下 对会引起一些反感 而且现在在都市里面住宅区 这么密集的这个环境 那另外可以再请柯老师再讲一下 就民俗的一个角度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庙会绕境 大家大概分哪一种 会有哪些种类型 刚才我有谈到说 在比较传统的 遥境就是我们 我们在说的环境 是不是要环境 就是看地方没有平安 没有平安 地方是在出事情 刷刷很多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那个 居民就会拨备跟市民谈到 是不是我们来 环境 来扫兔 那些没清理 无形的东西 好 啊好 所以有瘟疫 像登格勒这个 其实这种背景来 环境是最有道理的 可是我们台湾现在目前 差不多变成 市民生的时候 庙里面 他的神明 有时候就好几尊的神明 他不是只有一尊而已 他很多尊 所以经常有 神明生日的时候 他也要做环境 他也是拆在楼间 拆在楼间 拆在楼间 再来就是说 那个 我们进香的时候 我们的顶头 我们进香的时候 顶头有很多 顶头这个 沿着我们整个 我们整个社区 重要的道路 他也会进来 这个也会引起 其实也不是真的绕境 他是会因为 要来掛兴 顶头这个时候 你也会影响地方 跑到 崩崩崩崩 那这个情况之下 差不多我们所看到的 这几个情形 都会让百姓 产生一种 往往的崩崩崩 好 我们等一下再 请柯老师 继续跟我们谈 我们今天来接一通 call in 是小港区的许先生 许先生你好 许先生你好 你听到吗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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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 各位 你好你好 嘿 嘿学生你说 各位先进 我看本节目 蛮有这个建设性的 嘿你请说 您的问题跟观点是 我的问题 我认为说应该在我们这个 是 我的问题是在 政府单位 应该是多举办 多举办 一些宗教人员的培训 哦 嘿 还有宗教的这个仪式上 应该多一点补助的费用 去给各宫庙的主持 或者说从事宗教业者 他能够有正面的思考 道德观念 哦 你是说要做宗教方面的这个 培训教育是不是 因为应该多拨一些款项 来成立这一方面的这个 这个教导 是 你是说去转换大家 对于这个宗庙 对对对 噪音啊 环境污染 最快在我们台湾看得到 就是说 宗教仪式那么多 但是没有比较正面性的一个 这个会议 或者说 如果说是那个 工部门方面 多很多的展览各方面 去让宗教人士 去多了解这个文化 跟宗教里面的含义 是 好那这边问一下许先生 就是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因为我本身也是从事在宗教业这一块 是 那我的认知认为说 政府的辅助 甚至的经费跟一些活动 跟宣传宣导不够 是 是 OK 好谢谢许先生 那我们广告回来 再请我们的来宾回答许先生的问题 谢谢您 您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周一到周五晚间六点半 尽情锁定全国最关心区里的新闻 社区好新闻 天一刚刚说 国航国家都围着什么都在打招 做一个高雄人 他了解多少高雄书 高雄在开门 有好的 也有要监督的 都需要你来参加 我们在拜祭高雄现场节目 暗时高点现场播出 等你来看他 所以我们跑到交集 所以我们开始立了 周一到周六晚间六点 敬请锁定港都新闻 您是每张专注的面孔 期待每次的小小遇见 聆听每块土地传唱的歌 阅读美女传承的独特记忆 每周三晚间九点和您一起 越高雄 大家一起跳舞 吃幸福 大家一起共餐 也是幸福 大家一起高歌 更是幸福 幸福甜美芬芳 也随处可循 每周三晚上九点半 鎖定高雄都会台第四频道 幸福和醋咪 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非常谢谢刚刚苏先生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那我这边想先问一下议员 就是刚刚苏先生 其实他谈到的意思就是说 他觉得说庙会活动可以存在 但是他需要 他觉得需要一些 像是我们教育训练 来教导这些我们的信徒 还有庙方人员 一些正确的宗教信仰 还有环保等等的一个 教育训练的部分 那我这边想请议员 来回应一下我们苏先生的问题 其实这个建议非常好 因为我认为像宗教民俗这种东西 也要进化成这个宗教民俗2.0版 那其实在我的选区里面 像男子那个佑昌的元帅府 元帅府现在所有的 那个是佑昌的宫庙 那都不烧金的 他们其实中原普渡也不办 我们中原普渡在农历的企业署 他们以前就是全部把它移到 因为也担心说大家在逼宫 收金收多少 扳多少钱 有钱没钱在那做比较 那所以他们其实后来就是 就中原普渡 你去看在佑昌 中原普渡是不办的 然后那其实他们也经过 庙的拨杯 以前曾经这样子 然后呢就从此就不收金 那其实我过去我在当环保局长的时候 也是在推那个不烧金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把它集中 因为 其实那个烧金 其实是非常的 这造成的空气污染 是造成的影响非常大的 其实那个 我最近在看一个报告 就是说 那个像台北的邢天宫 邢天宫 邢天宫现在都没有在烧箱 没有烧金 那他们去测 近了一年之后 不烧 这一年之后 他们去测PM2.5 跟龙山寺一做比较 发现PM2.5 那个龙山寺 那个是龙山寺的89分之1 那么少的PM2.5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也可以 整个的宗教民俗的活动 可以开始做一些经过 有一个研究调查 做庙宇工作的人 他自来的风险是一般人的32倍 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 我想这些数据 然后呢如果说透过一些 像刚刚他建议的这种教育训练 或者是说找民政局 环保局 然后呢找所有的庙宇的工作者 大家来告诉他 其实我们有另外的方式 然后呢我们 一样可以是很虔诚的 我们可以 那个诚心也可以感动天的 那不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影响到 我们每个人的健康 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 那透过多一点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其实慢慢去改变 其实那个庙宇工作者 他们的一些想法 那其实多一点宣导 让我们市民观念 也做一些改变 而不是每次来就是 都是还是老是旧的方式 我们还是有一个新的 是宗教民俗2.0版 好 谢谢议员 那我这边想问一下 我们的宗教理俗科的科长 就是说刚刚这个 苏先生谈到这个部分 是不是有可能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 教育训练跟宣导 是不是目前还没有 这样类似的一个演讲 这个部分 是的 跟苏先生做一个说明 其实民政局 包含我们匣内 总共有38个区公所 那我们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都有在做一些 环保寺庙的一个宣导 跟讲席的一个座谈会 那以民政局来讲 我们在六月份 刚好办完三场 分别在凤山 钢山 还有大祈山地区的美农 来做一些宗教讲席的一个座谈会 那就是邀请所有的高雄市民 还有宗教团体 大家来自由参加 那里面我们无外乎 就是除了宣导一些寺庙登基的法令规定以外 那我们也一直特别着重在 比如说像环保的 那招应防治 那包含我们最近 一直是属于我们 我想应该是全国市民 大家共同期盼的 就是有关那个烟火 这种释放的一些行为 还有公安 消防等等 这个我们在讲席里面 我们每次我们都是放为最重要 而且是最前面来做一个宣导的动作 那每次市府的长官 包含市长或者是副市长等等 大家也都会来现场 跟所有的宗教团体共同来呼吁 那不为如此 像我们的区公所 其实他们差不多 最多大概半年也都会办一次 他们辖区内的一些宗教讲席座谈 那我想其实民政局还有区公所 那配合相关局处一直在做持续的宣导 那可能如果说这个部分 还有一些市民朋友还不够普及的部分 当然我们会持续来做一些加强 但是这个部分 我们是持续有在进行的 是不是会有可能做成一个 像是类似阶段性的一个上课来演习 然后召集这个有登记的这个寺庙 然后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训练呢 我们是应该是这样子说了 我们的讲席座谈的部分是 就是无论是宗教团体 无论是有立案或有未立案 那一般的一般市民也都可以来参加 那刚刚苏先生还有主持人提到的 属于专业讲席培训这个部分 我想我举一个例好了 就是说同样是寺庙 道教的寺庙 那假如说我们要去参乡 比如说地方所长要去的话 那到底要走龙门进去虎门出来 还是走中门 其实可能两间寺庙就有不一样的见解 那变成说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那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 原则上是尊重寺庙的习俗 如果说他坚持说 一般来讲我们大部分比较听到的是说 中门是属于 我们在讲来讲 那神众变骂 就是说神明在走的门 你只要是凡间人士都不能从中门进出 那这个是大家比较普遍的一个说法 当然我们是尊重 可是有一些地方他就偏偏你 就是说你是地方 北部官你一定要走中门 那我们就是说来到这个地方 入境随俗 那举这个例子来讲 那就谈到专业上的问题 那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说 每个宗教他都有他的教育 跟他的仪轨 那我们就是说原则上在尊重各个宗教团体 他们在自主的发展上面 那我们有一个共同性的一个规范 我们在和平 大家可以共荣共存的一个前提之下 那创造一个友善的环境 是好 谢谢科长 那柯老师是不是也要补充的 我补充科长他在怕 到底这个官员他要怕对一边 柯老师要解答 因为我们的宗教团体 有一些还是会不一样 是 那我们是说开专门行政 这样也对了 那你说的专门入 好门出也是对了 但是刚才我说的是 才是真正最标准的 做官员的人 你做北部官 你就预备试试试 你全部都抛起自己的试试试试 就是说你不是什么 你做北部官 你不是民政党 人民国民党 你都不是 你是为百姓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你怕丢门也对 怕丢门也对 你又怕好门也都是对的 我认为 我们在民间风暑 我们都认知的是说 我们就是北部官的心态问题 你如果对 其实违反了民间一些风暑 会怎样买 买 新闻相同样 和你疼痛 你趁热 老天都会跟你绝练 你放心 你怕对这些门 都同样 这是我的看法 是好 谢谢柯老师 那我们刚刚是讲到 比较我们的宗教习俗的部分 那我这边想要再回归 我们的环保部分的问题 像是我想问一下 这个我们环保局的科长 就是说像这样类似的庙会活动 它到底会造成哪一些的环保问题 可不可以跟我们再谈一下 我想整个庙会活动 被牵扯到的环保问题 不外乎就是南方鞭炮 造成空气污染 再来就是炮烛声造成噪音 还有就是整个绕镜活动 剩下来的这些鞭炮穴 还有这些瓶灌垃圾 檳榔炸烟地等等的这些 都会有环境污染的问题 那基本上就是主要是 这三大类似 宗教寺庙绕镜活动里面 最常见的环保议题 好谢谢科长 那我这边想问一下议员 就是说刚刚我们谈到环保 还有宗教信仰 那我们要如何去兼具环保 然后又有宗教信仰呢 你刚刚有举这个 我们男子的这个 宥昌这边的一个例子 其实现在有很多庙 其实都已经不一定是造传统的 我刚刚举的那个元帅府就是一个 他很早就这样做了 那其实这几年政府这样的推动 其实有很多庙也都渐渐这样 但是有一些 我认为政府其实真的要花多点时间 去多点的这种场合 去让跟这些庙也能够有 包括一些沟通或是怎么样 其实每个 其实你对于神明的敬重 不是在于你烧多少的金 或者是做了多花车费 那个温境还是什么 其实应该是怎么样 有找出一些特别的一些好的范例 其实你可以让人家看到说 不一定要这样啊 像我们有哪一个庙也 他其实这样子 那个庙也是很兴旺啊 也不一定会是这样子 那大家如果是造旧的方式 他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个东西要让大家知道 我想多找一些这些数据 像环保局多找一些数据 我刚刚讲了 你做庙宇的工作的人 他致癌的风险是一般人的32倍 在庙里面工作的人 大家会紧张 真的会紧张 你是不是强调这个数据 对 会造成的影响 对民众的影响 对自己的影响 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不一定要这样做 你如果说没有这样做 神明就不保佑了吗 我不见得是这样子 所以多有这样的例子 多有这样的例子 让大家都知道 其实那观念一定会慢慢改变的 是好 谢谢议员 那像是很多庙会绕境活动 像刚刚我们在私底下聊天 有聊到说 像是有些庙会 可能神明要入庙的时间 结果是半夜 可是他的炮就一定要放到半夜 不然怎么办 他就可能就这样子跟 他那些的居民民众说 那这个部分 柯老师有没有一个说法 跟观念要跟我们分享 因为我们农业时代 农头在增加庙多 在增加庙多的时候 大家是在期待 那个滑冬 那个端店 所以晚上他不会干扰 其实干扰了 我们的住户都心甘情愿 因为大家都会参加 但是现在刚刚的学长说 现在我们已经 環境不一樣 整個都市的結構變這樣 你用半夜的是不是 會影響到我們整個安寧 不管你生命 如果教室會平的生命 我覺得他就要想到一點 他說你拔筆跟他拔說 到底我們是幾點要去廟 他如果他用在晚上11點12點 你如果想你拔這樣放 你去廟 沒有錯你會改行 可是他跟你說他六個神筆咧 你有知道你有拔六個神筆嗎 就代表生命就是一定要這樣 但是這種的生命 我真的會一個很大問號 你不知道八成的是不是 你不知道祖母大家小孩 晚上要好好休息 要好好聰明的一個休息 你把它拔一拔 拔到大家休息 以前說一句人口獨得 你這樣像這樣就講不通了 所以你神明在怎麼 神威賢和我認為他應該都具備 了解百姓的心聲 你若跟蘇智觀念輔助 你檢查要了解 你檢查知道八成的訴求 他們愛的是什麼環境 應該就不會這樣做 這是我請在想 有時候都要用晚上 有時候真的會擾民 這個應該慢慢要從農業時代 那些習慣 演變到現在都市結構 應該都要做一番的改變 是好 謝謝柯老師 那像是我們剛剛有談到很多 其實我覺得人為因素滿大 可能就是花俏創意 然後專業的隊伍越來越多 那柯老師這個部分 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 有需要到這麼多專業隊伍嗎 現在我們看得到 差不多 進香也是很熱鬧 還有一種就是 宮廟期間他的聯誼 比如說這間廟 這間廟他在辦多棟對不對 他生命生多棟 那全國只有很多的宮廟 都會來參與他們這個廟慶 廟慶了一個開始的時候 我跟你說那頂頭有夠多 我就看過連續好幾個小時頂頭 今天整條街都踏掉的 你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在拚落的時候 可是百姓真的是很痛苦 他們的安寧 他的行程 能夠給他幾乎 站不住 我真的是假如說 我們身為一個居民來講的話 你說這種的活動 得不到我們百姓 我們市民的居民的認同的時候 你辦這個活動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頂頭今天要辦 我就建議我們的公部門 整天要辦你就辦得比較大 大家來割 割美西館上的頂頭 比較用上的頂頭 比較樓 比較花俏 讓大家投票 甚至你要辦的話 但是你要考慮的是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 你地區空曠夠不夠 公開嘛 我覺得要辦的話 也可以配合我們一些廟宇的 他們的需求 我認為反而這樣子 人要來看老闆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角度 的思考 是有點像是我們高雄市 那個吉祥物PK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那剛剛我們談到很多 像是人為因素 包括剛剛柯老師也談到說 其實像是有很多這個 年輕力壯的這個年輕的信徒 會加入這個廟會 那我想這邊問一下議員 這些部分是不是也是一個 隱藏性的問題 因為像是會有治安嘛 交通違規 他其實已經是跳脫廟會本身的噪音 環境污染了 其實真的很多這樣的問題 剛剛柯老師有講 那些年輕人 其實他就是平常 你如果真的年輕人 真的有工作 然後天天很忙 然後義務性的出來幫忙 這些東西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就是那些人都是平常沒有事 閒著 然後呢其實他很可能就是 也是會變成是 平常閒著的也會去做一些 治安上的也會產生一些問題 然後讓他們去參與到 其實是廟會的活動 其實也不是壞事 但是就是常常因為頂頭 就會因為這個事情 然後呢大家血氣方剛就會互相 互相搶來搶去 那會發生一些問題 但是就是說 怎麼樣去輔導他們往去正面的 其實讓他們去消耗體力 讓他們在那個活動裡面怎麼參與 其實是正面 而不是讓他去 所以政府其實要多去關心這些東西 多去關心東西 其實我覺得我們民政局 其實是可以試著想想看 說不定下一次有哪一個 文庚會大的活動跟廟來協談看看 辦一次示範的文庚看看 是不是有可能 一個示範的 然後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這個廟會讓全高雄市都會看到說 哇 文庚可以這樣 這不錯 這廟也變成有名 說不定用這樣的方式 還也可以創造 我剛剛講的宗教民俗的2.0版 是 好 謝謝議員 那我們再來接一通call in 好像也是這個小港區的蘇先生 蘇先生 你好 市人齁 是 請說 剛才齁 嘿 請說 剛才的回答 我們課長 議員 跟我們哥老師 回答得有夠好 謝謝 這是對我們這個信用家 我本身也是宗教這個寺廟的負責人 是 嘿 請說 我認為說 這有兩點建議 是 第一個呢 這個節目要長播 是 好 謝謝 第二點呢 就是說 可以再請一些寺廟的專業人士 不管是道教佛教 他專業的人士上去這個檯面 跟我們做正面的或是理性的一個溝通 這個是一個時代的需求 一個領導人他所呈現出來的一個理念 讓給大眾更了解宗教的正面意義在哪裡 指前 儀式 科儀 它的重點在哪裡 而不是說 你怎麼做 我就怎麼做 那就是迷信 是不是讓我們專業人士去表達 宗教的儀式跟它的色彩 跟它的整個需求在哪裡 所以說 每個單位都很辛苦 但是固有的傳統不能變 那我們怎麼去變化 然後圓滿 那是一個很高的智慧 是 好 謝謝 謝謝蘇先生的建議 那你的問題呢 我們先來請柯老師來幫我們回答一下好不好 請柯老師回答 好 其實我們 以前我就剛好講過 參與過我們內政部辦過很多年的道教園錫營 我覺得這是正面的 只是說我們工部門在做事情 我是因為說不可以做表面的 我在演 我每年都在辦 有我在辦 但是真的你落實了沒有 那 回來的那個 就是說效率到底好不好 這是工部門應該要再加強的部分 不然是我們工部門有辦 但是到底有落實嗎 辦完怎麼辦 其實我們道教像我們剛才那個蘇先生講的 他們的需求 他們想要了解什麼 可以請一些專業人士跟道廟之間來做一個溝通 我認為這個應該是對我們未來道教的 民間風俗各方面來講都是有幫助的 是好 謝謝 謝謝柯老師的回答 那接下來有個問題 再請教一下民政局的科長 那針對大家今天討論一些環保方面的問題 噪音還是空氣污染等等 我知道民政局這邊有訂定一個 輔導我們宗教活動 一個友善環境的規定的要點 特別針對一些特定的場所 學校醫院等等 這些要點大概是什麼樣的內容 可以請科長給我們說明一下 是這樣子 我們在五月底 五月三十一號 有涵班一個叫做高雄市政府輔導 宗教活動友善環境要點 那其實這個要點 它無非就是將環保局警察局還有消防局 大概就是針對我們廟會活動通常會使用到的 包含道路 那可能那個施放煙火或者是使用那種 那個音響類的擴音設備 那可能會有噪音的問題 那以及那個施放煙火等等會有消防法規的問題 我們是把這幾個權管單位他們比較嚴重或者是我們辦理宗教廟會活動 那一定會遇到或者是必須要事先申請的一個法規 我們做一個統整 那總共這個友善要點12點 那其實裡面有一些強制禁止規定 就是剛剛講的這些局處的一些比較明確的部分 我們納進來 你要釋放煙火要事先申請 那你要繞境必須要有申請入權 那你在固定的時間 比如說晚上10點到隔天的8點不得使用擴音設備 或者是製造噪音等等這些行為 那違者可能最輕有可能就是說 像以消防局來講最近可能是3萬發環起跳 那最終有可能發到150萬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那裡面有增加一些我們民政局的部分 大概就是屬於寺廟環保的一個宣導的一些事項 那當然就是包含我們剛剛有討論到的減金 然後減箱、減炮 那包含我們設置環保金爐等等 那這個要點把它統整起來 那我們就把它做一個公布實施 那在未來還有我們持續在輔導宗教團體的一個過程當中 就做我們一個比較重點的一個輔導 那也讓宗教團體它可以更清楚明確的去了解 不用去蒐集很多的法規看到這個要點 大概就知道說我們辦一些宗教廟會活動必須要注意哪些事項 好謝謝柯長 那我剛剛有跟這個柯老師聊了一下 就是說柯老師其實你本身也有參與這個廟會的幹部 還有一些廟會的活動 那其實你個人也有推廣這個環保的部分 可不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 就是說你在自己的這個廟會活動裡面 你要怎麼去做一個環保的一個概念的一個分享 好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個經驗 像我們看這張照片就是在我們民間裡面 就是宮廟裡面常辦的一個叫做過火的一個活動 過火啦 過火你要看在傳統的過火 這段照片我在現場那裡 這個叫過生火 所謂過生火就是它蒐火 它都沒有食鹽味 它沒有降溫的 那我們的居民這樣子過去 我親自也跑了六次 都很安全的 可是像我們鄉下的這個宮廟 我們這個廟還要過火的感到辦 不敢辦 為什麼 因為這個環境不一樣 因為我們早期我們小時候都躺這腳 躺這腳就是我們耐壓的那個 耐熱的那個能力 說實話腳底部比較高 在衝有哪個加衝 大廟也比較好 現在大家從小都是穿鞋子 比較細皮韌肉 所以環境不一樣的情況之下 真的就是不一樣 你說市民才有威力沒有錯 但是你想想 以前傳統的農業時代 要找一個過火的一個場地 要辦這個大型的活動 都是很輕易可以找到 現在難找了 現在都剝鞋子 都剝鞋子 都剝鞋子 所以場地不一樣的時候 所以宮廟它現在已經 不斷的在延伸很多的改變 都要進化人心 身心靈的 要取謀 搖謀鬼鬼 有很多的方式 不一定要透過這些方式 反而這些方式會有增加 我們那些信仰在這一部分 會產生信徒的危險性 所以現在燙傷了那麼多 宮廟慢慢 這步就不敢辦 要考量安全性 這時代背景不一樣 那麼到底要辦什麼 那就是要辦身心靈 讓人健康 所以我看到最近 我們在大廚房間 在東造山 要叫廟人去辦什麼 叫那些小孩來上課 告訴他們 你們從小吃東西要注意 你要吃什麼是健康的 什麼是養生的 種子營 就是讓這些小孩 種下一個健康的一個概念 我認為這樣子辦 是不是 也不亞於這種過火的一個活動 反而是從身心靈的一個方式 可以辦一些像那個 像那個什麼 辦的花燈 繪畫彩繪 校青月的時候辦 做文比賽 甚至辦書畫比賽 有很多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我們民間已經 我們的廟室 已經慢慢有朝這方面在做改善 我們都是樂於看到這些未來 是對我們是有安全性 有建設性 而且有助於我們的身心靈 謝謝 謝謝柯老師 那我這邊想先請議員幫我們 在節目的最後 幫我們做一個結論 像是有一些鞭炮 我們應該要用什麼來取代 或者是說如果我們不燒金子的話 我們又要怎麼樣來做一個替代的方式 其實像鞭炮現在都有那種環保的鞭炮 那不會造成這個聲音 就是造成它會污染出來 然後呢也不會那個噪音那麼大 那其實像我們如果不燒金 其實或者是像民政局在講的那些環保 寺廟環保的事情 其實就是你就燒一點點或者是意思的 或者是如果是像那種中原普渡那種大型的 你說不定是就不要燒其實用以供代金的方式 那其實有很多的方式都可以去表達你對神明的誠心 所以不一定要這樣 這個可以有更好的方式 好謝謝議員 然後我下面想請柯老師幫我們節目做結論 站在我們對宗教的了解 像我們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我是認為說 我們今天要拜拜 最大的祕訣 沒有什麼祕訣 就是說 我們沒有收金 沒有收金做 我們沒有領袖 我們也不用準備三星數個 隆重不免 我們只要帶著一顆虔誠的心來拜拜 我認為神明他會看得見 那假如說心裡面他是藏著一種藏物納垢 頭上都會想要做一些有的不的 都想要害人的心 你想你有獎 你有獎金 你還要準備三星數個 你再怎麼 場面再排得多大 好像我很虔誠的拜神明 其實你的心裡面是不乾淨的 那你對神明你反而是污衊他 所以我覺得是用堅信的心來拜拜 這是最好的方式 好那蔡科長呢 我想信仰還有民俗 我想我們都深深尊重 但是我們對於我們這些宗教活動 對市民的朋友的一些安寧還有安全 我們也要兼顧 那我想就是說在法令的範圍內 來做一些宗教行為 這應該也是神明的期待 是好謝謝蔡科長 那馬科長 最後我們也是希望說 未來的宗教寺廟的遶境活動 除了能夠保有虔誠之心之外 也能夠兼顧信徒的環保與健康 好謝謝 那我們今天呢 跟我們四位來賓聊了非常多 有關於我們宗教啦 廟會啦 遶境等等的一些傳統的宗教信仰 那麼其實像是以前的傳統的農村社會 還直到現在的這個科技化的社會 其實時代慢慢在改變 那我們的觀念還有我們的習俗 是不是也應該要跟著這個時代去改變 去與時俱進呢 那麼今天也討論到非常多的這個 有關於宗教啦 習俗等等 那麼其實也可以給大家一個新的 對於這個遶境對於廟會的這種新的概念 那麼當然也期待這個民政局未來呢 也可以跟我們剛剛蘇先生談到的一樣 我們其實可以辦很多這種的 廟會的創意活動也好啦 專業的這個演講啦 教育訓練也好 都是可以提升大家對於廟會的這個新的巧思喔 那以上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祝您晚安 祝您晚安 我們再會 推薦 青年港督有線電視 與您一起看見高雄 您是每張專注的面孔 期待每次的小小遇見 聆聽每塊土地傳唱的歌 閱讀美女傳承的獨特記憶 每週三晚間九點和您一起越高雄 每個早上我們都准許出發 不管這時又是什麼 不管閣地又是夏天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生命 因為這二十幾年以來 由高雄市民學務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永遠的老朋友 青年港督有線電視 天啊 剛才說 高雄國雄都為著三段在打拼 做一個高雄人 你了解多少高雄市 高雄當時起碗 有好的也有要檢討的 都需要你來參與 明天拜祭高雄現場節目 《暗時高雄現場報》 等你來看 您是每張專注的面孔 期待每次的小小遇見 聆聽每塊土地傳唱的歌 閱讀美女傳承的獨特記憶 每週三晚